接下来再玩一个液体胶 天气热的话 通通的液体胶可能会降温的效果 这个是海蓝石渐晶 里面还有水变雪 是很细腻的水变雪 水变雪 我该拿什么去赞美你水变雪 夏天录视频 最糟糕的事情就是 当你很开心的录视频 你看手机 过热保护 关机了 我闻着这个雪碧味 我那天去买那个雪莲 五毛钱一包 我好长时间没吃过了 雪莲怎么那么难吃了 嘴里全是那个糖精的味道 而且吃完之后嘴里会犯苦 这个没什么可说的吧 就是非常非常细的水变雪颗粒 然后搭配液体胶 做出来这样一款质地 古早果香泥的感觉 没有什么很强的特色 这个一般般吧 no special not very good just a sip sip 这个是波狼地红 我感觉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颜色 我在史莱姆里面都见到了 还有很多我闻所未闻的相经的类型 也从史莱姆里面都闻到了 史莱姆带我见大师面 这些液体胶 是比普通的那种液体胶 存放的时间要久很多的 感觉有挂耳招的 这个泥都挺耐放的 不知道为什么 这也是薄薄软软的 手感有点像蓝莓冰苏达 我心目中永远的神 真的很柔嫩 这是那种摸起来 感觉很轻盈 它的身段很柔软 很婀娜 在你手里来回乱窜 稍微反一点 沉沉水它也没有那么厉害的起筋 可以搭大泡泡 这大泡泡真的好轻松的 我感觉我无论进军餐饮业 还是进军销售业 我都是不可兜兜的器材 我跟你讲我现在超自信 我超自信 拉网格也很轻松 耶嘿 这个真的好 蓝莓冰苏达很像的嘞 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 我还有艾米的夏日忙 但是我还没有拆 现在拆一下 这个味道有一点 葡萄和中药相爱了以后 葡萄肉离家戳走 只剩下葡萄皮和中药的那种感觉 有一点口色 有一点甜蜜 这种泥收益在点机无理 所以拉起来的网格是很容易稀疏的 就像这个稀网发剧一样 你看没拉上来感觉是一个网格 你兜了几下你发现空的底下都是 起粘了以后照样可以拉 但是拉出来的越来越草率了 OK 先生就来了 BYE